《上门龙序》第3135章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史蒂夫已经想明白了 既然已经被夜晨拉上了贼船 那就肯定不能在船上 当个整日哀声叹气的俘虏 借用华夏古人的话说 既来之则安之 得想办法在夜晨这艘船上安稳下来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自己将来能不能当组长 几乎就取决于夜晨的一念之间了 他不想让自己当 只需要让海伦娜隔三差五地 给老爷子推销一点丹药 自己基本上就可以在太子的位子上做到死了 所以 无论是自己能不能当组长 亦或者自己将来能不能长寿 都要看夜晨的意思 既然这样 那何不干干脆脆跟着他混得了 既然想跟着他混 首先就得拿出点诚意来 亲自来精灵投资 是一个人和钱都过来的好办法 夜晨见史蒂夫表了态 便笑着说道 精灵是个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既然罗斯柴尔德先生打算来精灵投资 那我作为精灵人 自然是热烈欢迎 史蒂夫生怕夜晨不愿意带自己玩 不过现在 见他表示了欢迎 便松了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说道 有夜先生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夜晨点了点头 将奈平还没有倒完的白酒拿起来 当着史蒂夫的面取出一颗散血就心丹 随后将丹药放入酒瓶之中 乌黑的丹药浸到酒里便瞬间融化 将酒体染成了淡淡的灰褐色 史蒂夫都看惊了 心想 这难道是要给自己喝吗 紧接着 夜晨拿起酒杯 给周良运倒了一些 随后给史蒂夫的杯子里 又倒了少许 史蒂夫眼看夜晨倒给周良运的 差不多有五分之二 倒给自己的 差不多也就五分之一的样子 连忙说道 夜 夜先生 我还能再多喝一点 夜晨微笑道 史蒂夫 要酒虽好 可不要摊杯哦 说完 把剩下的倒进了自己的杯子里 史蒂夫眼馋不已 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这五分之一也是白来的 这时候 要是表现得贪心 怕是会让夜晨反感 于是 他便非常恭敬地说道 谢谢夜先生 谢谢夜先生 周良运也受宠若惊地说道 夜少爷 实在是太感谢了 夜晨淡然一笑 开口道 周叔叔 我们之前不必这么客气 咱们一起干了这杯 只当是提前欢迎 史蒂夫来金铃了 以后他成了 金铃投资最高的外商 咱们也算是为国家 为金铃拉动外资出一份力了 周良运重重点头 端起酒杯来 说道 那就提前欢迎 史蒂夫来金铃投资 史蒂夫赶忙双手端起酒杯 高声道 二位放心 我一定尽我所呢 说完 又立刻看向夜晨 毕竟 夜晨给的要酒 夜晨要不说话 他也不敢直接喝 夜晨此刻笑着端起酒杯 说道 来 干了 史蒂夫一听这话 赶紧端起酒杯 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 酒一入口 那感觉就跟刚才有着明显不同 喝酒虽然也是一股热流 但那热流辛辣刺激 但这药酒 则全是温润滋养的感觉 喝下去之后 似乎每一个毛孔 都格外的舒服 毕竟是经过 要顶增强的散血 就心丹 其药效比最早的版本 翻了一倍不止 所以这五分之一颗 也至少能让史蒂夫 原地找回两年前的状态 这一下 就让他感觉到了 那霸道无比的药效 人也没那么累了 坐在马闸上 也不觉得腰酸被疼 屁股疼了 连眼神都比先前好了不少 似乎这老花的度数 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总而言之 就是一身前所未有的轻松 再看对面的周良韵 面色明显比刚才红润了不少 连皱纹都肉眼可见的少了许多 一想到人家喝的药效 是自己的双倍 史蒂夫心里别提多羡慕 也是这一刻 史蒂夫忍不住感慨 叶先生 我算是知道 我父亲为何对您的丹药 如此在意了 这喝下去的不是药 是倒流的时光啊 叶晨笑道 史蒂夫 记住一个道理 谁活得长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如果你运气好 你的人生到现在还没过半 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拥有无限的可能 史蒂夫赶紧站起身来 向着叶晨深深居了一躬 叶先生说的是 希望我将来能有机会 常伴叶先生左右 时刻聆听叶先生教会 当叶晨与周良韵 史蒂夫推杯换展的时候 肖长坤找了一家便宜的快捷宾馆 住了下来 他不敢让女儿女婿知道自己回国 又不舍得多花钱住宿 所以便只能在快捷宾馆凑合一晚 明天一早去机场 飞回迪拜与马兰回合 在发霉发臭的卫生间里洗了澡之后 肖长坤躺在破旧不堪的床上 眼泪又再次抑制不住 夺眶而出 他这辈子错过的好机会不少 韩美琴是一个 北宋刘金同佛是第二个 除此之外 他仔细回想了自己这辈子 似乎就没抓住过什么好机会 好不容易混进书画协会 当了个常务副会长 也被自己给玩脱了 现在 他还要躺在床上 抱着手机给陪会长编写请辞邮件 不过他也知道 请辞邮件就是走个过场 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也好给陪会长为自己斡旋留下空间 而此时 陪会长在家里也没闲着 他通过多方打听 找到了红五爷的手机号 迟疑再三 他还是给红五爷打去了电话 在他看来 自己是肖长坤的上司 而肖长坤与红五爷关系交好 自己现在顶着压力 必须要处理肖长坤 理应跟红五爷打个招呼 否则万一红五爷回头怪罪到自己头上 自己岂不是平白无故 就把他得罪了 自己得跟红五爷说清楚 自己处理 肖长坤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看在红五爷的面子 以及自己和肖长坤的关系 自己会尽全力 为肖长坤保一个副会长的位子 红五接到陌生电话 便有些警惕地问道 哪位 陪会长连忙谦卑地说道 您好 请问是五爷吗 是我 红五恩了一声 问他 你是哪位 找我有什么事 陪会长连忙解释道 您好五爷 我是咱们书画协会的老陪啊 咱们见过的 哦 红五想起他来 道 是陪会长啊 你怎么有我的电话 陪会长忙道 我这也是拖了几个朋友帮忙 打听到了您的电话 您在鼓玩圈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们书画领域 以及咱们市里的文艺方面 都有不小的影响 您也知道 我之前已经把长坤提到了常务副会长的位子上 还打算等我离开书画协会 就想办法把他提正 说到这 陪会长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说心里话 我是很想保住他常务副会长这个位置的 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大 而且也确实比较恶劣 我现在也顶不住这个压力 所以只能让常坤委屈一下 先把常务副会长这个位置让出来 然后我尽可能地把手下安抚好之后 再给他安排一个普通副会长的职位 我个人感觉成功率还是比较大 要是万一这样解决不了的话 我最次最次也给常坤留一个主任的职位 您意下如何 洪武知道他的意图 就是生怕自己回头 因为萧常坤被降职而怪罪他 按理说 自己现在恩了一声 说一句 那就辛苦陪会长了 这件事基本上也就过去了 回头萧常坤应该也能向陪会长说的 至少留一个主任的职位 不过他转念一想 叶晨叶大师的态度 已经很明朗了 就是要让萧常坤长点教训 自己要是这时候再帮他背书 岂不是与叶晨的想法背道而驰 想到这里 他故作诧异地问陪会长 你们书画协会 内部的事情干嘛要跟我说呢 我又不是你们协会的成员 谁干什么不干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 陪会长一下子没回过神来 他听得出红武语气似乎有些不悦 但一时间捕捉不到 这不悦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是对自己打电话找他汇报的行为不满 还是对自己的处理方法不满 亦或者是压根就不想管这件事 把握不到关键点的陪会长 赶紧说道 五爷 我跟您汇报 也是不想回头 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误会 我也是担心 万一您知道长坤被降了职 心情不高兴 红武直截了当地说道 跟我又没有关系 我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你们书画协会 就算是明天原地解散了 跟我也是八杆子打不着啊 说着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我这边还有事就先挂了 你没什么事 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陪会长还没反应过来 电话那边就已经传来嘟嘟的盲音 提示他对方已经挂线 这下轮到陪会长一头雾水了 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红武爷 这到底是啥意思 不想管萧长坤的死活了 他之前对萧长坤 不是挺客气的吗 陪会长老婆从卧室走出来 看着一脸茫然的陪会长 忍不住问 老陪 红武爷在电话里咋说的 陪会长道 他说书画协会的事情 跟他没关系 说 就算解散了 跟他也没关系 陪会长的老婆立刻说道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他不打算管萧长坤的事了呀 我说是他不打算管萧长坤的事了呀 我说是他不打算管萧长坤的事了呀 我说是他不打算管萧长坤的事了呀